美国作家《西行漫迹》的作者叫斯诺 当时就记载毛泽东 当年来北京的时候 那时候也是给北漂 他是湖南人 就住在三迁井 那时候他住的条件有多么艰苦呢 那书中都有描述 那时候他还在北大做图书管理员 在那里住的是跟所有的人晚上要想翻身 同时商量一块翻身 你们还就别念到你们今天住的有多么艰苦 你今天还就真没有胸膛贴着人后背睡过觉 你要说天冷吧 我们也就忍着了 要是天热 你这胸膛贴着一个火炉子睡觉 你试试 那宁肯不睡了 那么还有呢 就是这个胡同啊 就是有的你听着都怪 比如叫三不老胡同 什么叫三不老胡同啊 哪三不老啊 其实不是什么三不老 是郑和在那住啊 所以这个地方呢 郑和叫什么呢 叫三宝太监 三宝太监 明代的时候就叫三宝老爹胡同 这胡同没啥名 因为谁名其大叫谁啊 就说这个三宝老爹胡同 三宝老爹呢 念着念着 那个老爹就啰嗦啊 人说话都是越说越简洁啊 叫三宝胡同 三宝胡同呢 到了清代 也不知道怎么改成了三不老胡同 因为他赤字三宝三不老 其实是一个音 李格老胡同 李格老胡同呢 就是明代的大学士李东阳 他的府邸就在这 所以他就叫这个李格老 尊称 六五年的时候改成了力学胡同 北京的胡同啊 很多名字你得往前捣 你不往前捣啊 你看不明白啊 你比如说你比如说很多胡同啊 姓马的就很多啊 咱先说姓马的啊 有一马大人胡同 马大人胡同呢 特别大那胡同 那胡同现在去也是个大胡同 只不过他改名了 他不叫马大人胡同啊 不知道我们祖宗谁得罪了谁啊 改名六五年改大 叫玉群胡同 就彻底的改了 跟马大人关系都没有 还有一个叫马将军胡同 也是姓马的将军 都是我们老马家的人 都牛 也是六五年 也给改了 叫东旺胡同啊 也给改了 还有一个呢 是马状元胡同啊 也是六五年改的 改成了叫群力胡同 这都是大胡同啊 马状元呢 是满族的第一位状元啊 叫马勒吉 马勒吉 不是马勒吉斯 不是那个 马勒吉 这个 马族人呢 他有时候他要给自个儿 起一个汉名 所以他叫马忠祭 这个马状元就成了马状元 所以这胡同就叫马状元胡同 那么 北京的其实大部分的这个胡同呢 它的功能性肯定是 是他最初的状态 比如菜场胡同 你都不用问 这菜场胡同过去就是卖菜的 最初的他的卖菜 只不过卖的比较牛 就是他卖的那个 肉菜 蔬菜瓜果什么 等级都高啊 人家都卖哪呢 主要是卖皇宫的 所以呢 菜场胡同呢 就这么有名 当时 这个选拔太监以后啊 凡是初步啊 选上的这太监呢 又到菜场胡同呢 逗留一宿 第二天呢 再由东华门 服内观间呢 再精调细选一遍 差不多的 才能收留 剩下的就全退了啊 所以 这个菜场胡同呢 说起来还是 非常的有名啊 它的七号院呢 是 这个清代大学 是纳同的 这个祠堂 那么再有 就是一些 根本你也闹不清楚 他怎么弄的啊 我估计这些人 在历史上 在那个时刻 都是有点名啊 大名没有 有小名 比如甲丝胡同 人色胡同啊 石老娘胡同 宋姑娘胡同 王寡妇胡同 刘和尚胡同 罗道士胡同 这些你听听 都很有意思啊 这些人肯定是 在那条胡同里有名 那么历史上啊 有很多胡同的名字 不雅 不雅呢 不行 这个公共空间 你太不雅了 时间长了 后面的人心里过不去 一开始的人不在意 为什么一开始 人不在意 因为一开始 人不说这个 你听不懂 比如啊 北京有一胡同 叫梅竹 梅兰竹鱼 梅竹胡同 听着 这太雅了 哪是这么雅的胡同 梅竹 可能当年那个 这个 这个胡同啊 里头栽着梅花和竹子 一到冬天啊 就这条胡同哑 你知道吗 这胡同最初的名字 可不叫梅竹胡同 叫母猪胡同 就是养老母猪的 你听这意象 一下你刚才美好的印象全没了 人原来就叫母猪胡同 他究竟为什么叫母猪胡同 我想不应该是卖母猪的吧 这事有点怪 反正他就叫母猪胡同 比如我们还有一个胡同啊 那名字也有意思啊 光彩啊 我们现在说这人光彩照人 这胡同就叫光彩胡同啊 你往前一倒 他叫什么呢 一点都不光彩 原来那胡同叫棺材胡同啊 卖棺材的 人死了以后要买一棺材 过去呢 人的岁数大了 先买一棺材 天天看着高兴 你看我这个 最后我就是搁这里了 特高兴 不像现在人都怕死 这个 在一个胡同前 他有名裸骨巷 知道吧 裸骨巷 裸骨巷 现在是北京的 散客的旅游经典啊 后来现在因为人去的太多 所以团客都不去了 不让去 因为怕出事 人太多 摩肩接踵啊 去的时候 我到那有一回路过一看 全是羊肉串 举在天上 为什么 你看咱拿着羊肉串 边吃边走吧 那不行 那吃一口再举起来 要不然就蹭人身上 人太多 这裸骨巷 胡同最初叫裸锅巷 什么叫裸锅啊 就这么着 叫裸锅啊 就驮着背 过去人说这个 这个驮背的人呢 就是裸锅 一裸锅 今天啊 凡是到北京来的人 或者是亲戚朋友 有时候这种 客人来到北京 想看看北京的 这个胡同文化 往往就给你带去 到南裸骨巷 南裸骨巷 全长有多长呢 有七百八十七米 如果没人挡着你 你就自个儿走 那就是几分钟吧 它历史还是挺长的 它元代就开始有了 几百年了 你知道元代过去啊 这个地面啊 今天啊 你要看北京的胡同 基本上都是元代的 那个两米以上了 你知道它为什么叫 罗锅胡同呢 因为它历史上啊 它老垫土 过去这个城市修缮啊 哪不行就垫垫垫垫垫 越垫越高 它中间垫的高 两边低呢 它就变成一个驼背 所以它叫罗锅像嘛 罗锅像后来 因为这个名字不雅嘛 就到了乾隆年间的时候 就乾隆十五年的时候呢 北京至这个京城全图的时候 就把它改成了罗锅像 所以这个不是我们今天啊 需要把这些名字改成 很吉祥的名字 历史上也是这样 再有啊 有个胡同啊 叫皮条营 皮条营 过去叫东皮条营 西皮条营 现在改成了东碧营胡同 西碧营胡同 这皮条营啊 它是不是那个拉皮条的 我这还真不敢说啊 弄不好 就是这拉皮条的 拉皮条很不好听 所以你说胡同呢 你就必须得说啊 北京人其实貌似熟悉的 八大胡同 我们很多人都对八大胡同 特感兴趣啊 就是为什么八大胡同感兴趣 因为充满了各种传说 各种传说 它是旧中国的一个红灯区 我先告诉你啊 这八大胡同还真不是八条胡同 是泛指那一片 中国啊 反正一说八 差不多就成泛指了啊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 再说的词叫什么呢 八卦 八卦还真不是八卦 它不定几卦呢 所以你比如我们历史上说 大家熟的啊 花家里有什么 扬州八卦 他不是八个人 他十多个人 金陵八家也不是八个人 你不是喜欢瓷器的人都知道啊 清末到民国初年的时候 诸山八友 带来一股新风 是这个清代 明清画了五百年的瓷器 改变了面貌 诸山八友也不是八个人啊 都有十多个人 就是 所以八大胡同 它也不是八条胡同 那么 当时这八条胡同里呢 也分布着啊 这个 上百家 至少上百家大小妓院啊 这个妓院呢 里头全是师族妇女啊 这八条胡同呢 因为过去这个妓院是有等级的啊 不是说你是个人就去开 那不成那个政府要检查的 民国政府 所以一等二等的主要好的 这个 这个妓院都集中在这八大胡同 当时民国政府他要征税啊 他怎么征税啊 他是得把你画出等级来 他你跟那个下等的 征上等的税 他受不了 所以他呢 就有一等二等 三等四等啊 等外呢 就不说了 一等叫什么呢 轻吟小班 二等就叫查室啊 三等叫下处 四等叫小下处 再往下就是按门子啊 这按门子 北京最难听的 这个话就叫麦大康啊 就很难听啊 白房子 那就北城了啊 过去戳街的还真没有 我怎么知道那么多呢 我这有一机缘啊 这机缘啊 我这二来二来岁的时候啊 上这出版社去 那时候出版社都是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啊 出版社呢 有一理发室 理发室就一老头 就一老师傅给理发 这老师傅呢 就是你去理发的时候 你要想理发 或者你今天突然 这个有一点先功夫啊 你就拿起那电话 给理发室打一电话 说 您这会儿得闲吧 说得闲 下来吧 从楼上就下了就进 理发室了 理发 那时候理发呢 多少钱我给忘了 几毛钱吧 像出版社的福利 比在外的便宜 老爷子给我理发 老爷子理发 老爷子是一特善聊的人 他跟你理发室 他不得高兴 他为什么不高兴呢 他觉得浪费他手艺了 他就跟我说啊 他说 说我给你理发呀 那时候他管我叫小马 小马 我给你理发 就糟进我这手艺了 我怎么糟进你那手艺了 是我头发不好 还是怎么 还是我这头型不好 他说不是 说我呀 解放前啊 我是专门给这个妓女做头的 真委屈他了 给我们这种人剃头 严格说他那手艺真不怎么遮啊 他因为这个宝寸啊 我这个我年轻时候还不怎么宝寸啊 你看我们这个年轻时候的照片头都特足量大 量大 他为什么不能理宝寸呢 因为宝寸特难理 宝寸万一 李不 李不齐 就跟狗啃的似的 万一给李的拼齐啊 那就跟棺材板似的 那个都不成 说你李这头跟棺材板似的 这不行那是手艺不好吗 所以呢就头发适当的长一点 长一点呢 万一李的不怎么太好呢 他就折了 看不出来 老头跟我李发 李发呢就边理边说啊 就说这个 当年怎么跟 给妓女怎么做头 妓女什么什么这毛病 跟我说了一大堆东西啊 这东西实在不易跟你们说 我听着就烂在肚子里就拉倒了 所以呢 我们就在这样一个氛围中啊 接受了北京的这种胡同文化和胡同的生活状态 胡同什么生活状态 它是一种社群 这种社群很快 大家都相识 今天楼房有个特别古怪的事情 就你有可能门对门啊 你互相连招呼都不打 互相不认的 楼上楼下也不知是谁 如果楼上都不光是露水 你都不会敲人家门啊 你敲人家门就是他们家水露你跌下来了 所以过去胡同不是邻里之间啊 都跟亲人一样 那么你生活的状态也是这样啊 因为北京的这个地理位置和这个环境 导致呢 它都是比较高筑墙啊 就是深宅大院嘛 那深宅大院怎么生存呢 它跟社会怎么沟通呢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用耳朵沟通 它听它的叫卖 所以北京的叫卖现在成为一个艺术 很多人给你学叫卖声 是吧 叫卖声很好听 那么叫卖啊 一般来说就是两类 第一类是卖东西啊 卖东西 唐葫芦啊 什么小金鱼什么的 这是倚厅 它这是干什么的 臭豆腐 就是这个 它喊 还有呢 还有一类呢 是服务类的 服务类干什么呢 这个比如理发啊 过去不叫理发叫剃头啊 比如磨刀啊 你看这个 这个过去啊 这个 所有 北京市啊 胡同里的这种服务类啊 不管卖东西 还是给你提供服务 它都有 声音 它是靠声音招揽顾客 要不然它就喊叫卖 要不然就手里有个响气 就能发出声音的 比如剃头的东西 那东西叫换头 跟音叉似的 里头 一声 听特老远 那声传得特远 所以你本来就像这两天 征详 理发的嘛 你一听那声 你就出去了 比如磨刀的啊 磨刀那叫金龟叶 那一溜铁片 这么晃荡 叉叉 这么晃荡的 你一听 哎 磨刀子来了 那么 每一类啊 这种 叫卖啊 和和手中 发出的响气 你比如打鼓 打鼓也有两种 一种是打硬鼓 一种打软鼓 硬鼓蹦蹦蹦 软鼓蹦蹦 你一听声 你就知道它 是干嘛的 所以这个人对声音 其实特别敏感 而且人对声音的记忆 非常清晰 啊 你有一种声音 你可能几十年都没听过 突然你听到它 你马上就知道怎么回事 这个记忆是非常清晰的 它之间微妙的变化 你也很容易辨识 那么北京的这种叫卖声 什么时候没了呢 就最后到上个世纪的 八十年代以后 慢慢没了 最后一个我印象中剩下的 这种叫卖声 就是撒字 叫换大米 我那时候记得 老有人在窗外的骑士自行车 喊换大米 换大米 后来我记得郭达什么 还演过那个 在春晚上演过小品 就是换大米 为什么要换大米呢 因为大米和白面之间 是有一个差价的 所以北京的胡同 养育了这样一个文化 用声音来沟通 那么这个胡同呢 慢慢慢慢就变迁了 最恨人的就是胡同的盖楼 一旦一个胡同你盖楼 你居高临下 你看住你周圈 严格说对别人是不公平的 你今天交卖声肯定没了 你喊城管就来了 再说他也不让你喊 别人也不干 你现在想买个东西 你直接就叫外卖了 而不是叫卖声来叫你 是返乡的 所以呢 胡同就成为了 我们一代人的记忆 我们这些年啊 一直是想恢复 这种各地的传统文化 比如胡同文化是北京一个文化 我们费劲巴拉的保留了一些胡同的文化区 但是每一条胡同我进去的时候 我都知道已经不是过去的胡同了 因为那种生存状态不一样了 我们今天出现了这种现代化的通讯 比如手机啊 我们大部分事情在手机中都可以完成了 已经过去依附于市民生活的那种社会的和谐的状态已经没了 你强行要保留这种胡同文化 实际上它还是一个躯壳 或者说是一种表演 就跟外地人跑到北京来 非得像南锣鼓箱去看看一样 那个南锣鼓箱一定不是过去北京人的生活状态 我们看看我们拿一件什么样的文物来解释我们的胡同文化 这个胡同呢 我想想过去的瓷器上也没有什么 给你画一个胡同让你看 所以找了这样一块盘子 盘子太漂亮了 它怎么那么漂亮 这是一个乾隆早期的盘子 画得很丰满 首先是花卉 然后画了四只麻雀 然后画了鱿鱼 画了山水 这种装饰风格呢 是粉彩 就是早期的时候这时候还叫杨彩的 是当时最 这个时髦最提倡的一种绘画风格 它实际上在表达了一种生存的状态 跟我们的胡同非常接近 我们看这样一块盘子 它有八处开光 那么它的内容很有意思 它是交替进行的 里面这个四个开光呢 画的是鱼藻纹 那么外面这四个开光画的是山水纹 它的位置是相互错着的 在山水纹之间 它在这块地方画有一个白彩 白彩画在白地的瓷器上 好像非常不讨巧啊 费了半天劲画着 又看着不怎么清楚 你想看清楚吗 你就上官复APP 从上面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这种白彩的这个绘画的风格呢 是在乾隆时期非常流行的 我们先看这个开光处的鱿鱼 我们每个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呢 实际上就跟鱼生活在海里 生活在湖里 生活在江里 生活在河里一样 唯独不一样的是 它生活在鱼缸里就不一样了 那么这些鱿鱼呢 它都有它自己的生活状态 中间呢有四个麻雀 麻雀是飞禽中啊 鸟中最皮式的啊 就最有生命力的一种鸟 在世界各地 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麻雀 我也没少走地方啊 走到哪都能看见麻雀 我有一年去西沙群岛 我们祖国的宝岛 我踏上去的时候 发现到处都是麻雀 我当时很惊讶 我说麻雀它到底能飞多远 我们坐船 坐了一天一夜的这种路途 它能飞过来吗 如果它不能飞过来 第一只麻雀是怎么过来的 那海岛上全是麻雀 麻雀呢 是一种这个生活中呢 很积极状态的一种鸟 就它很积极 表现在第一 它的觅食啊 到处去找食吃啊 你在国外 你在酒吧 哪一座餐厅 外面一座 那麻雀直接飞过来 管你要面包吃 那么我们北京啊 在胡同里看 房檐上 树枝上 哪儿哪儿都能看见 这种快乐的麻雀 第二呢 麻雀呢 它又有一种情感宣泄 麻雀鸡鸡喳喳 我们 我们对所有的鸟叫啊 最熟悉的不过是麻雀 我现在 我母亲岁数大了 这个 八十好几了 每天呢 还想着在窗台上 搁一点米 看 隔着玻璃 看麻雀在那吃 那这是一种很 很和谐的状态 所以这个盘子上 画了一个麻雀的生存状态 有 打斗 有 很闲散的 观看 嗯 这底下 还有个虫 这恰恰就是我们生活的 一个状态 北京的胡同 给北京人呢 提供了一个 非常好的生活状态 这个状态存在了有七百年 今天我们基本上都是住高楼大厦 从居住环境上讲 我认为高楼大厦一定不如过去的胡同 那么北京的这个胡同呢 它就是一条一条街巷 小街巷子 那么比较好的院子呢 它都能占两条胡同 就是 它的正门 向南开 你不用问 它一定是单号 北京的这个胡同 你听单双号 就知道它高级不高级 你说谁住的那个院子里 一听是双号 它就住在马路的南侧 它的门冲北开 如果你是单号 你比如我说的东四六条五号 你听着就高级 东四十二条二十一号 你听着也高级 它门冲南开 南开你进了一次的进第一个院子 第二个正院 你进过去三进四进的大院子 那都是顺着走的 如果你从北边 你从双号往里进 你肯定是倒着进去的 所以好的院子 有头有脸的人物 这个门都一定是冲南开 边号一定是单号 那么大的宅子 你比如我过去我的外征祖母家 它那个就占两条胡同 这个院子长 四进大院子 这个前面这个一开始 这个临着胡同这个门 是你的正门冲南开 那你的后门冲北开 进另一个胡同 所以这个一般的情况下呢 就是短一点的 这个胡同 就两个胡同挨得紧一点的 也有五十米 多一点能达到一百米 那么你想想它要有一百米一个近身 我们说面宽 面宽就是你临街 你们家站多宽 你站十米宽 没多宽吧 你要有一百米深 你知道你这院子有多大吗 那有一千米 如果你要有 你要能站到这个最大的这个胡同 两条街之间 两条胡同之间的这个一百米的距离 你不可能只有十米宽 你可能会有十五米 二十米乃至三十米宽 那么你有二十米宽 你就有两千平米 那就是三亩地 你要有这个三十米面宽 那就将近五亩地了 那就不得了了 那院子 所以过去的这个院子啊 好不好的 很简单的有标准 你比如我们都说 一进的院子 那就说起来呢 不叫院子 说你这个 你们家住那院子 至少两进 就是里头还有一个锤火门呢 那么如果三进的院子 一般情况下就是前院啊 你一进了门 这个小院都是用人住的 二进这院子都是子女住的啊 三进的大院子呢 是老太爷住的 如果再有点家眷什么的 或者老家来的人住在后院里 这就是四进的院子 最讲究的啊 我告诉你 还有一跨院 什么叫跨院 就是旁边还有一院子 这院子基本上都是一花园 有这跨院的房子都牛 我小时候有好多关于 这个北京老胡同的这个记忆啊 比如我姥姥的那个院 东四六条五号 我最早对他那个记忆是 一进门 是一小广场啊 能玩特大的一个小广场 这院子你想你进去后 里前面有个小广场 据说那个历史上就是个王府 但是现在七盖八盖 这么多年下来 中间就剩一米宽了 就将就着走人 这个时代变迁啊 你要有记忆啊 是个非常可怕的事 你要没有记忆你不觉得 你要有记忆 你就记得很清楚 那么北京的胡同啊 它从城区的分布 这很简单 胡同基本上都是东西走向的 那么这个它东西走向 是因为你的这个每个院落啊 我刚才说了好的院落 一定是坐北朝南的 我们是一个尊男的民族嘛 因为我们在北半球上 我们一定是尊男的 因为太阳光是从南边来的 尤其这个冬天啊 这个斜射的太阳光 能直接射到屋里 那屋里会很暖和 所以这个北京的胡同 好的胡同啊 第一笔直 第二呢肯定是东西向的 有没有歪的呢 有歪的啊 有些你听什么 烟袋斜接 你都不用问 那肯定是歪的啊 那北京最长的胡同 有多长呢 听着长 实际上不怎么长 就北京最长的胡同呢 叫东西打磨厂胡同 打磨厂胡同 有多长呢 精确的距离是1832米 1832米呢 是不到两公里 按照我们的散步啊 就是你最慢的散步 最多走30分钟 如果你稍稍加快点速度 20分钟就走完了 这是北京最长的胡同 北京这么长的胡同很少 我们过去出版社那胡同 东西的12条那算长的 两头走啊 从东头走到西头啊 正常走路 不会超过10分钟 89分钟 那已经是北京的大胡同了 所以北京人对胡同的概念 就建立在长也不长的概念上 所以你就跟上海没法比 我们早年去上海的时候 被上海的马路给搞死 为什么呢 北京是这样 你要找到了这条小街 这条路啊 你基本上 就靠走就行了 你比如你我找到 比如我到东四12条找89号 没问题 我一进这院 一个院子一个院子找 往前推着 一会就到了 我们在上海吃大亏 为什么呢 一到延安路 说多少多少号 一去看 你说这延安路有多长吗 这延安路啊 有15公里 有15公里 15公里 如果按照我们正常啊 就是你 吃完饭散步的那个速度啊 他一小时能走4公里 15公里 您得照着4个小时走 那怎么走啊 走着自个儿脚腕子都不行了 那时候我跟我那朋友 在上海就想 你知道最早啊 八十年代去上海吧 舍不得打车呀 然后就得走 走呢 走着走着走着走不动了 就老走不到 就是老觉得快到了 就走不到 最后就自个儿自个儿 攥着自个儿的脚腕子 怎么攥着呢 就坐马路牙子上 攥着脚腕子 累的不行 所以上海的路 跟北京的胡同是两回事 那么 我那时候啊 这个胡同的长短 很有意思 它可以算计时间 我那时候在出版社 出版社有一宿舍楼 分了我一间房 那时候是分 最早是分 后来让你买 买没花多少钱 花一个出版社领导说 一床单的钱 就把房子买家去了 那是房改嘛 就是在家里 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 现在约人都是到公共空间 比如去个茶馆啊 去个餐厅啊 去个酒店啊 那时候呢 约人就是家里 我那时候喜欢瓷器啊 然后北京有一个 有那个小商贩 他就靠 他就靠 吆喝 靠这个喝街啊 活着 他在喝街的过程中 他买了那个瓷器 他老是卖我 他也不懂 他有一个简单的方法赚钱 就叫 将本求利 就我买的便宜 我就卖的便宜 我买的 我买的贵 我就卖的贵 再贵超出我的判断 我就不买 所以他老给我 送点这个送点那个 那时候八十年代初 上我们家 给我拿一碗 我说多少钱 他说八块钱 八块钱 我听说 太贵了 太贵了 他说你给多少钱 我说五块 五块 他说不行 我这赚不着钱 我不卖你了 然后他走了 走了 那他一走 我就闹心了 我就因为还是想买嘛 你也不能追出去 你追出去 你就得给什么八块钱 是吧 得省钱啊 那怎么办呢 在家等着 然后算计着啊 说 他最多十五分钟就回来了 我为什么算一十五分钟啊 从我们家 我知道他是往西走 往西走 大概走到汽车站那 得七百分钟 我觉得他走到 那个汽车站那 他一看公共汽车 他就后悔了 他就会再走回来 就卖给我 那么我一算这一 打一来回十五分钟 到十五分钟的时候呢 他没来 他一没来 我就急了 你想我就觉得就抓着刀塞 哎呀 把人给崩跑了啊 还不是当时聊了呢 他就要干吗 他就要干吗 谢谢大家